姨婆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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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婆爬爬走 今天來到山林溪森林生態度假園市 抵達山林溪已經過了中午 預計在山林溪住一晚 明早吃過早餐後起乘前往溪頭 下午時段想要逛完 走完整個山林溪 時間有點不足 參考導覽圖 我把山林溪區分為五大區 趕時乘最快速就是搭乘遊園公車 下午預計先搭公車到第一區 回程再到第二區第三區 吃過晚餐再去賞迎關心 隔日清晨早起再去探訪第四區 第五區以後有機會再來探訪了 約十分鐘後抵達第一區松龍部落 此處的景點主要有九九吊橋 松龍岩瀑布 沿著步道在往上則有鮮明隧道 千古紅塊天地岩等景觀 此處有座大型的弧形洞穴 步道沿著弧形洞穴的岩地而建 站在下方的步道可以觀看前方的松龍岩瀑布 目前是庫水旗 瀑布水量非常小 觀賞完水量少的可憐的松龍岩瀑布 沿著天眼浮道往上 不久就抵達鮮明隧道口 穿過鮮明隧道 映入眼簾則是一片溪谷地形 走到溪底 溪水不多 滿滿的魚群在溪水中悠遊 抵達千古紅塊 這是一顆以枯死指流樹頭的紅塊 往樹洞內望 樹幹裡中空 離開千古紅塊 繼續往上攀爬 約十幾分鐘後抵達天地岩 天地岩 乃一個圓洞鑲在山腰峭壁 在自然岩壁經風雨侵蝕及風落兒 逐漸形成此特殊景觀 返回到九九吊橋 在吊橋上拍照觀景後 走在吊橋下方的溪谷踏石上 穿過溪谷 準備返回松龍部落流遠風車後車處 回程中湖準備前往第二區花卉中心 及黃金水山林 搭上遊園公車 回程預計在花卉中心下車 準備前往第二區花卉中心 及黃金水山林去參觀 抵達花卉中心 先前往外面的藥職員參觀拍照 來到花卉中心展區 花卉中心每年用語展示花卉 共有三十多種 其中牡丹花、葉牡丹、繡球花、玉金香、金鐘花及山櫻花 是遠近十名的山林溪六大名花 目前花卉中心展區 依舊以玉金香為主 搭配數種其他花卉植栽 數萬珠美麗的玉金香盛開 讓人不用出國就有 置身荷蘭花海的感覺 美不生疏 讓人流連忘返 離開花卉中心展區 前往鄰近的黃金水山林區參觀拍照 水山林最家賞景時段是每年十一到十二日之間 樹葉變色 整片的金黃是最漂亮的景色 目前已是三月 樹葉仍未長出汪凸凸的樹林 微流樹幹枯枝熬立於山林之中 平添幾許萧瑟之美 平添幾元 夜喪比 blonde 征店 參觀完花卉展區 搭乘回程由員工車在洪樓站下車 准备前往第三区山灵溪大饭店周遭赏鹰 山灵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 除了人生种非寒鹰 在种最多的是粉红春寒鹰及白色雾摄鹰 另外还有大岛鹰苦咸象鹰之锤鹰等 每年二到三月是最佳的赏花期 饭店旁边有一樱花林 整片樱花林完全盛开 形成一片粉红花海 海蜜的蜜蜂变得非常肥胖 真担心它吃到太胖飞不起来 汤由兑砌 从天青 青 那么大盏 就会掮凯垒 结构 嬉 盲影在平静的溪流水面向映沉去 观赏满山满谷樱花的同时 还可欣赏到全台湾独立无二的樱花和暗美景 真的是不虚此行 吃过晚餐后莫黑前往观赏萤火虫 沿着青龙蕨泪步道往前是此趟观赏萤火虫的地点 约走几百公尺后就能见到一闪一闪的萤火虫 在林间及山坡上飞舞 观赏完萤火虫 接着前往山林西大饭店六楼 参加夜晚观星集解说 夜晚观星集解说是从晚上七点半开始 好那再来我要请大家 麻烦关灯不要开灯 请不要日照光害 星星再亮也没有你的手电筒亮 开了端子会转开自己看星星 好那现在呢 请各位贵宾的排队 然后观光眼镜给大家看星星 在山林西主题会馆住一晚后 早起乘游 准备前往第四区青龙瀑布即时景击 三天 山上外面温度只有3.7度 但不会觉得冷 穿过安和桥 沿着青龙瀑泥步道往前 准备先前往青龙二铺 之后再转往观看青龙地步即时景击 约四十几分钟后抵达观看青龙二铺的观云台 此时天还未亮 在观云台等待约十几分钟后 天空终于慢慢的明亮起来 天外亮时 站在观云台有听到水流的声音 等到天亮 才发现青龙二铺根本是干枯没有水流 泥水的瀑布让人有点小失望 离开观看青龙二铺的观云台 接着前往飞布台观看青龙二铺 如今晴天辟军裂的大石头 接着左转往下前往飞布台 往下阶梯不到全长约四百公尺 约行十几分钟后抵达观看青龙二铺的飞布台 青龙二铺与松龙岩二铺一样 目前是铺水期 铺水量非常小 但比青龙二铺直接无水好多了 离开飞布台 准备原路返回 接着前往巴巴吊桥及时紧机 回到上方青龙蕨类不到旁的观互平台 站在观互平台可以远眺前方的青龙瀑布 来到下切的岔路锁转往下前往巴巴跳桥及时紧机 来到下切的岔路锁转往下前往巴巴跳桥及时紧机 约几分钟后抵达巴巴跳桥 巴巴跳桥横跨加走辽西 连接时紧机步道与青龙蕨类不到 明国八十八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重创山灵溪 后来便将此地重新修缮的吊桥命名为巴巴吊桥 顺着加九遥西又按步道下行 将通往石井积不到终点的景观平台和欢台 西床岩曾在今年累月不停的侵蚀下 为辅神功般的水稻石井 此处有俊宁的石井积于母爱石 母爱石远看像一只趴在溪谷的哈巴狗 离开石井积 沿着石井积步道返回山灵溪主题会馆赶吃早餐 接着准备转往下一个行程溪头羽妖怪村 此趟来到山灵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 渡假赏银渐走赏银关心陈游关护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集见